大叔 我来了 找我什么事 我今天在婚宴的邀请名单上 看到你的名字了 胡董女儿的婚礼 你们认识 她可是我闺蜜 我没想到她这么早 就找到了她的真爱 是这样的 你去参加婚礼 是不是得找个女伴啊 你说你啊 不必了吧 我已经找姜月了 你想啥呢大叔 我今天在LAMNO上看到说 假如不是情侣的一对 要是以情侣的身份 去参加活动 久了是很容易成真的 既然你要请了赵总 跟你一起去参加婚礼 那你们就得从穿着打扮上 看起来就得像一对 让别人以为你们真的得谈恋爱 所以你把我约到商场来 是要给我买衣服 我不是要给你买衣服 我是要给你和赵总 挑一套得体的婚礼套装 你不要惊不疼啊 这个过程可是非常有逼啊 你看那有男装 我们先去看那个 我又不跑 你老抓我干嘛 我觉得参加婚礼 应该穿西装吧 你喜欢蓝色还是绘色 都可以 那绿色呢 你先帮我挑啊 我接个电话 喂 这件不错 把它交给小张吧 好 小姐 你真有眼光 这是我们店最受欢迎的款式 和你男朋友的西服很搭呢 我们不是 那种 太好了 直接帮我包起来吧 不是吧 好 我的品味很棒 嗯 谢谢 不客气 那我们 再帮赵总太太 好 好 这个是不是很适合赵总 嗯 要不 我替赵总试试 试试吧 大叔 我拉链拉不上了 你可不可以 帮我拉一下 我帮你拉 这也没其他人啊 谢谢大叔 好 好了 好 还挺好看的 真的吗 这好像不太适合我 还是比较适合赵总吧 挺合适你的 没见你穿过这种风格 真的吗 一会儿和陈衣一起 打抱起来 好 快点把联情拿给赵总吧 我就 功成身退 先去帮闺蜜忙啦 大叔 加油啊 嗯 许总 你怎么来了 送你个礼物 什么呀 礼服 我这也没机会穿啊 怎么没机会穿 明天就可以 嗯 多少钱我打给你 一件衣服 不至于吧 那进来坐会儿吗 嗯 不了 我还有点别的事 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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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hk 你 嗨 嗨 这么晚了 穿成这样去哪儿 我就试试 明天参加婚礼要穿 许女远送的 嗯 怎么有点不像你呢 我也觉得有点别扭 不别扭就是太好看了 不过呢 我觉得你缺一样东西 等着 就给你拿 这 你缺一双 配得上你的高跟鞋 你什么时候买的 我早就买了 你记得没有 上次 那个鞋跟断了 我一直 后来好像送你了 试试 好看 好看 多少钱啊 我转给你 啊 不是 你给钱啊 别闹了 本来就应该给嘛 我这裙子也是花钱买的 多少钱 说嘛 也不贵 一万六 这样 你那个跑腿费什么的 给个整数吧 两万 没刀 你抢钱呢 拿我去 拿我去 让我孝敬你 你说你这么累啊 好 我就当教学费了 行不行 行吧 谢谢啊 没事 下不为例啊 好看 你快回去睡觉吧 好好好 好吧 好看 好看 小便 这个环境挺好 是 徐总来 徐总好 李总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做创投的李总 这是做美妆的赵总 做金融的王总 林克科技 赵江岳 赵总好 徐总 赵总可真是狼才女貌 你说笑了 还不好意思呢 江岳呢 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合作伙伴 大家以后多关照一下 言谈举止得体 加五分 你们最近不是在找好的项目吗 江岳在做的应用就不错 你们可以互相了解一下 对 如果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可以啊 不过今天是活动女孩的大事之人 咱们今天呢 不聊工作 徐总拿电影有空 给咱们桌门做个曲 怎么样 我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再组个局 人脉光泛 再加十分 我们去那边这儿呢 好 我可以了解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